小六女童左手大拇指手腕都有瘀青 连指甲都瘀血 另外一只手手臂也有两块红通通 这些伤竟然是补习班老师下的手 其实体罚其实我知道 因为小朋友都会讲 有跟家长通知 可是可能通知 可能内容没有讲得很清楚 补习班主任补充 当下没有马上处理 是因为老师体罚完有擦药包扎 没有看到伤势 以为没有怎么样 女童家长回家拆开绷带 才发现伤得很重 马上就医验商决定提高 事发在27号主任补充 这位老师大学毕业 就在补习班教书 子里三年多左右 女童在补习班上课也差不多三年 一开始就是由这名老师教导 只是因为好几天作业没有写 疑似被老师用热绒交打 家长透露知道老师平常会体罚 但没有想到这一次打得有点夸张 然后我们会通报到全国去 也就是说他不得到全国各补习班 教育处补充这间补习班是合法登记 但业者没有第一时间通报 违反儿哨法将裁罚 对老师的不当体罚也将介入调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